上月9日美国三大股指暴跌 股指暴跌还触发了垄断机制 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美股首次因暴跌垄断 这次今年以来美国三大股指高位暴跌幅度 均匀达到了18.6%左右 特朗普总统急演了美国股民欲哭无泪 上月10日中国三大股市低位开盘稳起 且稳中有声 中美战略博弈呈现出少见的 中国掌握主动权的好局面 我认为正如当年的辽省淮海津津商大战役 电电新中国建国之机一样 当前新商大战役 必将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商大里程碑 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意外后果 从两年来中美贸易战斗争结果看 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出现 像有的专家预言的那样 中国的损失会大于美国 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2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增速只会下降0.5个百分点 事实上 2019年中国经济继续地保持高中速的增长 2019年 GDP实际增速为6.1% 只比2018年的6.6% 只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美国2019年 GDP实际增速为2.3% 比2018年的2.9% 下降了0.6个百分点 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大 难看出美国GDP的占面损失 要比中国大得多 而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仍然是美国的两倍多 如果看看2019年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表现 我们中国的底气就更足了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9年 世界GDP增长率 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 欧元区2019年帧数 比2018年帧数下降0.7个百分点 英国从2018年的1.4% 下降到2019年的1.2% 日本从2018年的0.7% 下降到2019年的0.5% 俄罗斯从2018年的2% 下降到2019年的1.3% 最长的是印度 尽管经济规模只有中国五分之一 经济增长速度 从2018年7.4% 下降到2019年的4.9% 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和前提 2.中美资本市场的走势 南云北则唇齿相依 美股跌停 伴随着中美贸易战 中美金融战也如火如荼的展开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出击 全球普遍认为美国实力悬后 中国陷入困境 所以至今纷纷地避险回流欧美 所以美国涨 欧洲也不错 中国等新兴市场则短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 虽然中国媒体 工资还有在缓缓不可中虑 但其实 从全球的政治精英 到市场精英都逐渐地明白 在全球经贸易体化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和美国科技创新 深度融合的大环境下 中美具傲的格局逐渐形成 中美对峙 不是一场实力巡殊的闪电战 而是山敌800 至顺一千的博弈 具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六个节点 一 从2018年3月23日 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 宣称可能对6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开始 上证指数就一泻千里 标普500指数却迎风飞扬 二 从2018年3月23日 到2018年9月28日 上证指数累计下挫 13.5% 标普500上涨10.2% 三 2018年9月开始 事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美股结束上行 加入了A股大滑坡的新链 直到2018年12月 中美双方一致同意 停止相互加征薪的关税 难生难地分别下挫了 11.6%和14.7% 市值蒸发4.4万亿人民币 和5.6万亿美元 是2018年12月 至2019年5月初 上证和标普都过了几个月的蜜月期 分别上涨 23.4%和16.6% 5.2019年5月6日 特兰普发推表示 要提高2000亿中国商品的税率到25% 从此开始 两国的股市涨跌同步 一个坏消息 就是双双下挫 然后再回调 碰到风吹炒动 又同时跳水 再回调 这个态势 基本保持到2020年初 全球资本市场 经历了避险焦虑怀疑 适应再避险五个阶段 相应的全球资本市场的价格 也反映了 从中国悲观 美国相对乐观 全球悲观 全球悲观减弱 全球再悲观的过程 世界上最大威胁的不是核武器 而是美国的虚拟金融 美国为首的虚拟经济规模金融 它是美国GDP的30至50倍 是全球经济的8至20倍 相当于美国只有一个人在打拼 在投资的话 后面30个人在压榜 赌输赢 因此 美国才会在世界各国见羊毛 产生一连串的金融危机 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 把自己也搞垮了 美国经济损失 超过20万亿美元 美国的虚拟金融 还像吸血鬼一样 把实体经济中最优秀的人才 都吸引过去还金融 不仅造成了实体经济空心化 而且严重的阻碍科技创新 西方国家基本上 都是高负载国家 美国政府负载是GDP的110% 日本负载210% 英国负载87% 意大利负载134% 法国负载97.6% 韩国负载93.8% 多是沉重的负载率 政府都要揭不开锅了 哪里还有钱去救人救市 如果说贸易战展示出 中国超高模规模的 经济体的弹性和活力 金融战 这展示出了中国在战争中学习的创造力 当前全球石油暴跌 反经飙涨 欧美股市跌停 看来美国气数已经 中国只要稳住 可能是一个逆势崛起 反超美国的重大机遇 一个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落地的历史舞台 地球上最大的泡沫 上涨了十多年的美股 触发轮断机制 美股三大股指全部的暂停交易15分钟 美股开盘市值就蒸发了3万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1万亿元 这样壮观的场面 真的是活久见了 我第一反应是 梦林应该被塞进了加农炮 然后朝着太阳发射出去 毕竟他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 道全失指数单率下跌超过1000点 那么失了美国总统 就该被塞进加农炮里 以极快的速度射向太阳 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得被试两次 因为就这几天 道全失指数已经两次交易率下跌 超1000点了 面对飞流直下3000尺的美股 特朗普明显的失态了 30多年来 美股市场 此前真正触发垄断仅有一次 那是1997年10月27日 道全失工业指数暴跌7.18% 那也是垄断机制 在1988年引入之后第一次被触发 2020年3月9日 美股再次垄断 金融是个心理学 投资投的就是信仰 金融市场是有信仰的 只要信仰美利坚天下无敌 信仰他们的航母编队可以打外星人 信仰他们的科技长盘不胜 把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故事都当真 很多人真的会相信 美股会一直的涨下去 千秋万载都是牛市 许多的精神美国人对于美国的信仰 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美国占了十年的股市 有人说你和他讲美国产业空心话 他听不懂 你和他讲美国十一条航母 大半都在码头维修 他也不爱听 你和他讲美国都被霍尔街的财阀 国会和军工投掷掏空了 他也不信 他就信美国股市长达十多年的上涨 他觉得这玩意没有泡沫 代表的是美国繁荣发达的实体经济 你那他说清楚 美国还有多少实体经济 他也说不清楚 他只知道特朗普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次美股垄断 其实就是有点信仰被击穿的意思了 就在美股暴跌垄断之后 A50却止跌反弹了 人民币则连续的两周升值 这是一个讯号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稳定可靠的资本市场了 中国明显比欧美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更加有韧性 在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中 中国坚持下来了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该知道 中国从未收调过任何一场持久战 接下来就是下半场了 见证真信仰和假信仰的时候到了 投资投的就是信心 信心来自于真正的国家力量 这力量齿消笔涨 全世界都看得见 当去年美国举国之力 都能美国够压垮华为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谁是纸老虎 中国的五具芯片发动机 还有无数的基建项目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工业总产值是美国德国绿本之河 有多少产业需要投资 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远了 无论特朗普怎么喊口号 怎么够烂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难以回转 不是你想回归就能回归 你想伟大就能够伟大 工业不是无云之水 没有大量的基础功能做支撑 没有大量的配套产业集群 现代产业的规模优势无法形成 伟大的工业美国不可能回来了 特朗普看问题的眼光也许不坏 基本上也看到了美国和各种矛盾 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各种矛盾 和中国高端制造业正在崛起 他这些基本上都看明白了 然而他的措施简单粗暴 就是退群撤军要钱加关税 然而这样的操作除了显入美国的虚弱 并没有任何的帮助